三到四名上海警察 包括一名穿着暗红色毛衣的男子 将他压制在地 双手反扣 他是英国BBC的上海特派 劳伦斯 他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的采访 抗疫群众却被抓BBC声明 十分担心劳伦斯的安危 到官员去回应 逮捕记者是为了预防他感染新冠病毒 好在后来被释放 共产党下台 根据外媒直击 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抗疫 从夜晚到白天 中国人需要勇敢一点 大家 我家被抓走那么多人 他们现在没有老婆孩子 没有工作吗 我们不用怕 结果下一秒他还没讲完话 就被警察压上车 还有另一名抗疫者被警察抓脚 吊着拖走 这什么情况 天哪 我们人都谁没有讲 上海的抗疫从27号深夜被清场 新疆乌鲁木齐市民被风控上百天 一场命灾大火烧死十人 点燃民众怒火 白纸抗争蔓延多地 甚至北京的亮马桥 20条晚间也聚集上百人 高喊不要核酸 要自由 不要独裁 要民主 亮马桥这里位于北京的东三环 经过的周末一整夜的白纸抗疫事件后 你可以看到整条河的旁边 通通都是警车 从这背后就能看见明显一整排的警用车辆 即便没人聚集了 但是从桥下路口到桥上 再下了桥 停满警车 撑得有警察待命 路上还有便衣巡逻 附近是美日韩联合国的驻京使馆 此刻气氛变得更加紧绷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